1月1號 有網友在推特上轉發消息稱 一名27歲的安徽年輕人染疫死亡 新唐人記者採訪到死者的父親李冰 他透露兒子從出現輕微的感冒症狀到離世 也就五、六天的時間 李冰說 死前兩天 兒子嗓子痛 痰吐不出來很難受 後來去世 送到醫院 醫生診斷死因是新冠感染 李冰說 因為兒子死亡證明上寫著新冠感染 所以當避葬車送到殯儀館時 工作人員把領導找來了 所有的醫院都不給一些新冠的 所以你像那些新冠中心 都吃得不完老的 哪怕你三十歲 哪怕你一百歲 開在這個上面兌洗了各種疾病 或者什麼肥部感染 或者什麼紅穴道感染 你永遠在醫院幹一些新冠感染的 李冰居住在安徽省轄下 一個不到300萬人口的地級市裡 全市只有一個火葬場 而這座火葬場在疫情肆虐下異常的忙碌 冰櫃擺滿了屍體 還有一些放不下 就直接放在冰冷的地上 他發現 死亡者的年齡層並非都是老年人 李冰老年喪死 這兩天 一下子突然頭髮胡子全白了 他直探 老百姓連個蝼蚁都不如 許多人關心他 而他只能講真話 他的兒子確實死於新冠 由於中共官方對染疫死亡的定義非常狹窄 只有因為肺炎或與中共病毒直接相關的 呼吸道疾病死亡者 才被算作染疫死亡病例 去年12月1號以來 中共官方僅公布了13人死於新冠 但是各地醫院重症事和殯儀館爆滿的現象 已經引起民眾恐慌 根據英國醫療數據分析公司Airfinity推估 目前中國每天可能有約9000人 死於疫情 是一週前估計的兩倍之多 而在國內社交媒體上 越來越多訊息披露青壯年染疫死亡 例如半個月前 廣西賀州文化學校一名四年級的女學生 從染疫不適到發燒39度5 全身酸痛 突然翻白眼 搶救無效離世 前後只有5天 聯合國世界衛生組織近日敦促中共官員 必須分享更多關於國內疫情的實時信息 以制定準確的風險評估和有效的應對措施